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看看 有特点 好 回来 走出六亲不认的步伐 咱们锦笑出来的人不是这样走路 那你走一下呗 我当然可以 没问题啊 你过来 来 走 好 站好 听我的口令啊 李章 你 起步 走 一 一 一二一 立立 向后转 起步 走 立立 现在没有问题 向左转 谁不专业 请问 我明明说向左转 你看人家还没动 人家还没动 你说谁的知足 好 可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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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说我不做警察 所以 其实啊 这么多年过去 虽然现在不是那个职业了 但在心里面和那个习惯上还保留了当初的特征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吧 我觉得看走路不过瘾呗 他们好像都有那个什么军体对打擎拿什么的 不是 你这不行事儿大 我真可以来一下 太影响了吗 来 你们来个擎拿 我们看看 还行吗这么多年 来 预备 进 用力啊 小伙子 我们就靠你了 你一把潮汐打倒 我们全请你 来 来 你也太早了吧 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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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看见你倒下去 我心疼的呗 不是 你心里高兴吗 好嗨哦 哈哈哈哈 看坏了你们 好 来来来 就喜欢看我睡了 来来去 就是个花架子 法律专业 对 那你之后是做过警察吗 上了几个月的班 后来怎么不做了呀 部队嘛 后来退伍回来就自我创业了是吧 因为在部队学的就是军犬训练嘛 哦 军犬训练 对 就那个黑背是吧 黑背 哦 还有什么别的狗吗 麻犬啊 挪威啊 麻 麻犬 对对 多少年了 大概有八九年了 你比较了解狗吧 还行 就是它的情绪啊 还行 对吧 对 气质啊 对 还行吧 你觉得是不是什么样的人 就应该养某一种类型的狗 你比如说我适合养什么狗 我觉得您的性格特别像性格 不是像 是养什么狗 你适合养啊 他 适合养 挪威吧 就那个 虎头虎脑那个 对 为什么呢 他内心是很那个的 慢良的 内心很善良 对 说了半天 你还是在说我像他 那那个潮汐刚才被你打的那个 他适合养什么狗 哈斯奇吧 他就是有那些自嘲精神吧 好吧 我比较二 不是说比较二 就是说我们 你是比较删 哈哈 哈哈 其实做警选的训练员 其实还挺辛苦的 嗯 还好吧 我把这些 我把这些 当时我退伍回来 就是我们部队里面回来 两年之后吧 那狗死掉了 那你今天来找什么工作啊 我希望能找一份市场开拓吧 我就看你这人特别的 特别实声啊 然后呢言语也比较木讷 你会适合销售 我喜欢做大客户销售 真的啊 拿一袋俊乐宝来 选一个大客户 就是我们原来的身份 你觉得谁能大批量地 记一下这个长知识了算 最好是把跟他的公司的用途联系 对 叶医生吧 为什么选择叶医生 因为他医院里面员工比较多 这样想的 好 来吧 刚出手时就举着手呢 刚摘手套 来吧 叶老师你好 刚刚做完手术辛苦了啊 是 是 是 哪位 我是长知识了 酸奶的幼经理 我做完手术你知道我辛苦 我给我送奶来了 对对对对对 我听说叶老师 你对你们员工都挺好的 是是是 您了解我们这个长知识酸奶 听说过没有 长知识酸奶 这是新产品吧 就是说您那员工 多喝一下这个长知识酸奶 让员工都长长知识 更加努力地工作 那为什么喝这酸奶就长知识呢 因为我们这个酸奶 比别的营养量都高一点 我们都在减肥 就怕这个营养价值够 你小心 他把你手上的手术刀抢过来 我告诉你 哇